国人维先党今晚在丹荣巴格集选区举行竞选集会 国人维先党主席洪远远医生在集会上批评政府的医疗保健制度 国人维先党越南集选区候选人黄志伟则质疑政府的教育制度 他说我们的教育制度数一数二 又说没有人才 那么人才到底去了哪里 是不是学成以后就离开了新加坡 他因此建议政府应该把更多的钱投资在新加坡学生的身上